好,现在Panel Sony已经结束了 或者送下的体验会已经结束了 今天主要看了三种类型的产品 哪三种呢?第一种就是IP Camera 就是给教室所录制的CAMERA 它的特点就是有三 它的特点就是一条线做三个功能 就是用一条网络C5的数据 或者网络线C5 就可以供电给这个IP Camera IP Camera装在 电话板上面 可以供电可以做视频的数据传输 也可以做软件的 脸部识别的 这个控制 所以就一条线做三个功能安装起来 基本上自己都可以装 然后第2个看到的就是Panel Sony的 录影棚的录像机 所以是Panel Sony停了很多年没有出新的录影棚里面的摄像机 就是studio 里面的摄像机就是光不是问题的 所以他们就已经升级到了4K 叫Studio Camera有两个型号 型号我放在 给你们自己上网去找 这两个型号就是他所采用的 就是 2分之三英寸 2分之三英寸的感光元件 然后4K的他们就改用1英寸的感光元件 特点就是他中间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镜片 使你用 标清的 或者不是 使你用高清的镜头 都可以录制4K 所以基本上你旧的 高清的镜头都不用丢 你都可以继续用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特点 然后第3个 产品 就是看到 松下 Panel Sony 他们 GH5 跟 Wiricam的 这些的 一系列的产品 就是我们所谓的影视 相机 就是属于 拍摄微电影 或者拍摄更高级别的 这些documentary 或者这些纪录片 或者音乐 或者音乐视频 等等的这些 所以他就有三个 有高级 中级 跟低级 当然高级跟中级 已经出了很多年了 你们可能很多人 也在用过 也看见过 这边要讲的就是 中级 当低 入门的就是GH5 和GH4 就是GH5 跟GH4 这边大家都可能已经很熟悉了 特别是GH4 可能很多人录制视频都在用 然后第2个 就是要提的 就是 他的 高级点 入门 比较高级一点的 摄像机 就是 VARIETY CAMERA LT 就是L T 这个型号 而这个型号的特点就是 他可以录制 VLOG VLOG V就是 为什么叫V 我不知道 LOG就是 LOG就是那个 没有那么多色彩 但是 但是有很多色彩的 information 是在 或者很多色彩 你看上去表面上是平平淡淡的 但是后期制作给你有很大的空间 很大的空间去改你的色彩 而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修 拍摄RAW 这些你都不用 等一下 这些 如果你要拍摄RAW的话 你要 外接去RAW 特点就是 他可以拍摄4K的 应该是4K120帧的视频 RAW的视频 就外接出来 在他里面的话 他4K可以达到 应该是 也是120 VLOG的视频 所以讲到他的 所以讲到他的视频工作 其实在表面数据上来讲 是很强大的 然后再加上 他将要推出 他只是 今天给我们看了只是个模型 就3D打印的 1.2公斤的 一个5.7K的相机 1.2公斤什么概念很轻 什么概念1.2公斤什么概念 1.2公斤是比一个5D3 加镜头还要轻 的专业相机 所以那么轻要干嘛 当然你可以放在 把它带上天 用你的无人机 当然无人机你要至少 要那种专业型的 不是普通无人机 可以把它带上天 第2 你可以把它放在 稳定架上 第3 你可以把它吊起来用吊钢绳 这样子做很 炫酷的 摄像拍摄的角度 所以这个1.2公斤真的是很轻巧的一个设备 他8月份 他说8月份他才会出来 但是这个就是EV1 EV1 他们讲EV1 然后 这个EV1 这个EV1的特点就是 定价 而且还是蛮惊喜的 定价居然 7万多 应该是7万多人民币有得着 所以索尼的FF5 有很强的竞争对手 或者FF7 而且他用的可以用PL的接口 也可以用EF的接口 就是佳能的接口 而这相机 整个想起来很小 大概那么大了 大概那么大的相机 它的手柄 它的上面都可以 都可以把它拆卸下来 拆卸下来 你还有两个XLR 的输入 就在相机后面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相机的特点 基本上轻巧 然后他里面的 数据 或者录制的格式 专业 然后 还有 声音也专业 而且他整体来讲 是 蛮有惊喜的相机 下次有机会 我再给大家看 好 专心驾车 对吗 然后 我希望你能够 走 走 走